21号下午3点凤凰台风正是最接近华联地区 就在这时候光复消防队获报 位在台九县155公里处有浓浓汽油味 军方警方不敢大意 虽然风大雨大 但第一时间都赶往了解状况 初步研办是军方的管线 因雨水灌入地下人孔道 把滴在人孔道底下的油渍引出路面 油气吧 到时候会把两端开会砸完拐掉 里面油管是没有油的 树油的时候就跟我们加油 油闭上面都会有一些油漬 那现在下雨天可能有浮上来 浓浓的油味 也明显看到油随着雨水流出 有以风雨直直下 军方人员无法入孔内查看 所幸先将人孔盖周边 用泥土阻挡雨水 等天气好转再处理 还好油漬并没有大量流出 为造成环境污染 记得赶到花脸光复采访报道